喜欢看书的朋友又多了一个选择 距离花莲火车站走路只要五分钟 以经典西洋乐团披头寺和老鹰合唱团为名的 二手书店甲虫与老鹰 希望能够汇集热爱义文活动的朋友 并将阅读和住宿做结合 提供以书换书的方式 未来也会不定期的举办讲座等活动 期盼能够激发出更多不一样的火花 花莲除了有时光二手书店还好书屋 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 为在花莲火车站前 花莲市国联二路与三路街口的二楼甲虫与老鹰 是以经典西洋乐团披头寺和老鹰合唱团为名的二手书店 同时也是性别友善空间 店长黎猫表示 这里除了是阅读的空间 也将音乐和艺术做结合 那我们就是这边有很多就是 像有很多其他的画家的画啊 还有那个就是希望说可以串点一些音乐啊 还有艺术的结合 比如说这个书店就是二手书 比如说我们就有提供捐书捐书 就是说你可以带二手书来就可以捐楼上的住宿这样 像我们像上礼拜有办一个活动就是 就是有一些分享交流会 就有点类似真人图书馆的概念 然后参加的人可以透过他那个 主讲者的问答就是 就是了解一些不同人背后的生命故事还有意义 还有意义 我们问了会跟其他的二手书店 是联系的互动吗 就目前因为就是还在初步经营的阶段 然后慢慢也会就是培养一些人脉这样子 然后如果能够有一些互动跟集合的话 我就是相信就是对发展整个文化或者是整个花点的发展都是会越来越好的 甲虫敲地因承载不羁的心 甲虫与老鹰希望能够汇集更多有趣的灵魂 让更多热爱艺文活动的朋友们能够在这激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也提供以二手书籍或唱片等来交换住宿 不定期举办讲座等多元议题活动 期盼将阅读的力量推广给更多在地民众以及路过的游客 更多讯息可搜寻点书粉丝页 甲虫与老鹰书具 记者讲邦彦华林氏报导